大家好 大家好 非為寶術 由你講的時間就到了 李師傅你好 董事長好 我們現在答案時間就開始了 今天的問題是我們整理了出來 有一行英文說 剛剛學習馬 每天要習多久才好呢 或者習到腳有什麼反應才停止呢 他說每次習到腳都抖了才停止 可以嗎 師傅 這是我之前回答的朋友問的 上一集的問題是習馬 這個其實我上次也解釋過你了 你初學的朋友時間不要太長 也不要把重心放得太低 都是跟進自己的能力 你說時間多少當然是越長也好 但是你要看自己的能力 上次我都提到大家可能 甚至中二十秒不停一停 稍時休息再練 補助次數多些 但是那個要求不要時間拉得那麼長 是比較合適的 你說譬如你鎮到腳都抖了 其實很靜的那個腳就開始疲倦了 那如果鎮到鎮得很重要 你休息一下鎮得多些作用 其實如果太平衡就可能直接 明天才再練 如果你有少少的 你覺得自己能夠堅持就堅持 但你亦都不需要的話 一定要有下部寸前 會不會它鎮的時候 鎮得太低所以鎮得更多呢 如果它可以調高之後 舒適一點 媽媽才會這樣 亦都有可能有這樣的原因 因為雜時我們看不到朋友 雜時我們看不到朋友 雜誌高度太多 但是如果初學的朋友 都不要將自己的重心 落得太低 其實可能練到他的效果 就弄到自己的腳骨抖了 可能就練到無所欺騙 無所欺騙 好的 第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也挺有趣的 師傅 練功夫有什麼好處呢 練得減死的 我們練功夫呢 就是前人說 就是 我們練N骨抖 練一口氣 我們透過練功夫呢 可以讓我們的肌肉骨抖 得到合適的生產 那裡面呢 你都練到這個呼吸的功能 因為你講到呼吸的功能 那你可不可以減肥呢 原則上是可以的 因為你想想 一個這麼劇烈的運動 流到汗 那就流到汗 即是消耗熱量了 那消耗熱量 當然跟減肥有幫助 我想減肥的原因 因為你要堅持 一定要練功夫 一定要堅持 要堅持下去 那你每天都要消耗 一定是體能 那減肥的效果 沒錯 沒錯 好 那個問題 那這個應該是 我想應該對武術有些認識 他問 李師傅 李師傅 你們是 即是大肥腥骨抖 裡面有一個 是硝林的骨抖 的造成 那他問 跟這個硝林子有沒有關係 可以 回答這個問題 我們有這些硝林的硝林子 是沒有關係 那為什麼 會是說硝林的硝林子呢 我想可能是 古代武叔 對武林子很專誠 所以天下功夫出硝林 那很多門派都說 我們自己硝林子 第一 可能表示正宗 第二 可能表示尊重硝林子 這個品牌的一個硝林子 OK 那其實大肥腥骨抖 由這個 另外 即是存在大肥腥骨抖 還有另外一個造成的 都會是 關懷 比喊 比喊 是大肥骨抖 所以朋友可能給你幾個 大肥腥骨抖 也有些認識 所以問這個問題 可能他要了一會 OK 那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希望大家繼續欣賞我們線上的 全世界計劃影片 亦都報名參加我們線下工作多 網站在這裡 請大家登入網站 繼續欣賞我們的影片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 拜拜